第17題 向緣利用一定滑輪拉高一均勻木塊 木塊的重量可視為集中在木塊中心點 它將木塊的一端以轉軸鋒固定於地面 另一端綁細繩 細繩的重量可忽略不計 細繩和定滑輪的摩擦力也不考慮 在拉動過程中 木塊的質量中心位置不變 向緣站在定點處 以固定角度30度方向維持等速 向下拉 木塊一端被拉起距離地面高度1.5公尺 如圖所示 在它維持等速下拉的過程中 所視力的F的大小有何變化 那我們看到呢 假設我們這個繩子拉 這個木塊的方向都是一樣的話 那麼基本上支點 到立線的垂直距離是不變的 也就是說 我們的施力的利弊是沒有變 而我們這個木塊的抵抗的 它的重量還平在地上的時候 那麼它的中心 所以它的利弊就是有一半棍子的長 那等到它到上面的時候 它也是重量向下 可是這時候利弊是支點到立線的垂直距離 就變成這一段 這樣它會比我們的斜邊長要短 也就是它的利弊呢就變小了 因為利弊變小了 重量一樣 所以整個的抗力的利矩就變小了 而我們的施力的利弊不變 那我們抵抗的利矩要變小的話 那我們施力就變小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我們的施力會減少 所以第17題問我們說 在它維持等數往下的過程中 所施力的F大小有何變化 我們答案選的是B 逐漸變小